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讲相关庄严论 相关庄严论当中现在讲的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当中我们讲三个法相 前面讲加行的知相 还有殊胜相 作用相 那么今天开始讲第四个 自行相 下面我们科判当中是第二个 宣说实相自行相分为 即知加行之实行自行相和 道知加行之实行自行相 还有辩知加行之实行自行相 以及如是宣说者舍异 分四个方面讲的这个也有十六个 这样我们这个法相 包括自行法相 包括自行法相相 一起共有九十一相 首先讲的是 即知加行之实行相 那么这个在颂诗当中这样讲的 离烦恼庄妙 藏品及对治 就是讲这两个颂诗 也就是说 这里主要是讲诗相 从一名当中讲的 明相 诗相 法相 讲三种 其中这里诗相跟法相 是一个本体来表示 诗相和法相在这里 本来也是 诗相和明相 法相这三者 实际上都是以本体以凡体而立的 因此在这里讲 即知的实行相 实行自行相 实际上即知他自己的实相来说明 到最后的时候也会说明的 这里这个实行相 它自己具有四种法 这四种法从远离烦恼障的角度也分三种 然后远离所知障 这个层面也分一个 其中首先是讲的 远离烦恼障方面 它这里远离烦恼 也就是说远离烦恼障 烦恼障的什么呢 它的本体贪心 嗔心 还有痴心 傲慢 以及随烦恼 随烦恼也有很多 比如说愤怒 还有一些惨况等等 这些实际上是我们身心疲惫 身心不堪能 大家都知道 产生烦恼的时候 不管是生起贪心也好 生起嗔恨心也好 以及其他的烦恼 整个身体都没有离弃 再加上以烦恼导致自己在行为上 非常多的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就做出很多不如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到 求正等加行的机制 在机制加行当中 实际上是它远离了烦恼 远离烦恼的话 这个本体叫做远离烦恼的自性相 自性法相也可以说 自性法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里有庄妙 法尊法是翻译的 实际上是相庄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远离了烦恼的果 烦恼的果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 染污我们的身口业三门 比如说我心里有烦恼的话 它的果体现在我的语言上 我心里有嗔恨心的时候 我可能跟别人说话 非常不礼貌 我们都知道一看这个人 经常都是有嗔恨心 跟谁都碰着 说什么话都是非常不舒服的 说一句话就不舒服 这也是他相续当中有嗔恨心 然后他相续当中有嗔恨心的话 那么他的表情 从身体上也可以出现 不管是他的看事也好 甚至他走路的时候 一般人生气 生烦恼的时候 走路跟其他正常人的步伐有点不同 我们一看都知道 包括开门和关门都是不同的 开门的时候 转门 走路也是这样 吃饭也是 所以从行为上 从身体上也可以看出来 从内心更不用说了 身口意 从意上面 他所有的意识心态 包括他的情绪 相续当中有什么样的烦恼的时候 在他的情绪当中 在贪嗔痴 他的情绪外面也是非常明显 甚至自己也特别清楚 比如说我早上上嗔恨心的话 一天都是我心情不舒服 我早上生嫉妒心的话 那嫉妒心的心态很难以平息 所以这是过 这是相状 生于意上面的相状 但是作为修这样极致加行的人 他就远离了这样烦恼的相状 烦恼的庄妙 也可以说吧 外在的一种心态 自拍 生于意的一种形象 行为 这个叫做第二个 第三个 他这里说 账品 意思就是说 远离了烦恼的因是什么呢 就是费力作业 其实 产生烦恼的因主要来自于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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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合理的一种意识 他的前提 他的因 要么对外在事物的本体 或者他的因缘 他的结果 都没有如理如实地了解 产生各种颠倒的相 这样之后就产生这种烦恼 所以他远离了烦恼的因 非理作意的相 也就是说 他这里讲的 它是相 他这里装和妙是应该分开的吧 对吧 妙 猫 是吧 相猫 这个是相 相的应该装仙 这是颂词当中的 应该是这个 后面的相 相的自信 然后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远离所知障方面 他这里奖品跟对质 也就是说 他说的意思就是 他的一个是违品 或者远离了违品 违品就是所谓的烦恼 贪嗔痴等等 执着这些 然后对质 怨抵他的 无我的智慧 这些智慧 这些都远离的话 实际上所知障就是执着而去 也就是说能取和所取的 一切执着相叫做所知障 远离了违品和对质 也就是说烦恼和智慧的 这样的自信叫做第四个 识行者自信相 那么这样的话 他这里关于机智方面 有四种法 四种识相 四种自信相 这就是机智方面的 然后讲到了道智加行的实相方面的 难心欲于决定 所谓无所得 破一切执着 那么这个讲到道智加行的实相方面讲的 在这里说第一个是 道智加行方面有五个自信相 那么五个自信相当中 首先它也是分为方便的差别来分的 还有智慧的差别来分的 方便差别有三个 智慧差别分的有两个 首先讲的是第一个 难心 什么是难心呢 我们可以这么讲 世俗当中一切万法都是 远离一切细论的 没有任何的想 但是在世俗当中 有众生 有佛果 所以一般我们发无上的菩提心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行持六度万行的话 这是一般的人很难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以菩提心的意乐而讲 这是非常难以行持的一个法 因此叫做难心自信相 因为发菩提心的人 按照以前噶登派的一些大德 他们经常这样讲 他们说大乘发菩提心的人 实际上他就是伟大的人 他就是勇士 非常勇敢的 因为不管是古代也好 现在也好 真正想度众生的 无有自私自利的这样的心态 不是很多的 非常勇敢才能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们发心并不是 一次两次帮助众生 而是多生累劫当中 也并不是多生累劫当中 只帮助少数的人 而且帮助所有的众生 今天有一个人专门问我 说你们学院 与其他学院不同的有什么 你们学院的小讯 专门来特意跳舞的毛病 怎么说啊 给我问很多很多比较 我们跟其他不同的学院的小讯 一个是清净戒律 第二个是闻思修行 第三个是回馈社会 我想利益众生的话 他不懂很多学校没有小讯 汉地的一些其他学校回馈社会没有 我们法王如意宝 原来刚开始也是说 我们这里培养的这些人不是自己去贪污 或者自己过的生活特别快乐 不是这样的目标 应该目标都是为社会 或者为所有的有缘众生 帮助他们 救度他们 暂时利益他们 究竟度化他们有这么 我刚才原原本不是这样说的 但意思是这样 后来这些人说 这样说还是对的 作为一个大学 应该是有这样的小讯 他说 我也是以前教大学的 现在不过是当官而已 所以利益众生是很难行的 确实也是我们很多道友 很多学佛的人 一天两天比如说 讲到《入行论》的第一品 菩提心的功德 啊 我要度化众生 我要利益众生 一年两年之后 好像原来自私自利的心已经冒出来了 暂时利他的心 渐渐渐渐没有了 甚至找不到了 小声利己了 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来讲 确实是长期的利益众生 而且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且这种方式无条件的 甚至别人无故地加害我 还是不讲任何条件的 去无私地帮助他 这种心态的确也是在 现在的世间当中也好 过去也好 将来也好 非常难得的 因此大乘佛教的不共之处 也就是说 他的伟大就是在这里 这一点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什么身份的人 只要我们人类也好 所有的众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他这个精神应该会闪闪发光的 因此我们要想到 以男性的自信 男性的自信就是这样的 男性自信想吧 男性自信想 这个是道指当中的第一个自信想 第二个自信想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确定 叫做决定 决定是什么呢 它不多声闻和缘觉 或者是世间的执著变了 而是在大乘的假情和境界当中 利他心当中也好 空性无二的间界当中 完全是有确定性的 我们有些人在修学过程当中 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已经智慧都成熟了 自己的智慧成熟了 不被他转 不被他有 不被别人让你什么什么行为 或者外境诱惑 不被外境所转 这样的心态 在大乘机制道指当中 是决定得到这种境界 所以叫做决定的自信想 因此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 好多佛友 有些学了很多年 但到最后的时候 好像很容易被别人诱惑 很快的时间当中 本来自己的见解 行为都很不错的 但是遇到外面的一些恶友 通流和恶友 马上就行为和言行举止 开始有变化 甚至自己以前 很认真地学了几十年 很多年的这些行为全部抛弃 那这样的话 可能从世间角度来讲 也说不清楚 有些人学佛 学佛 学到十年 学到十年之后 因为自己没有确定心 没有确定心的缘故 马上被外道 就开始转移 改教 也有这种情况 有些人在藏地呆呆呆呆呆呆 呆了很多年以后 好像最后开始对自己学过的法 自己不但抛弃 还要甚至说一些非议 那这样的话 从世间角度来讲 也是这个人开始自己杀自己 自己谋杀自己 非常不明智的 愚痴的行为 但是有些人的确也是 极少数人会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在学的过程当中尽量地 哪怕是学一点一滴 应该踏踏实实地记在心间 不管在自己人生当中 什么样的经历 遇到什么样的灾难 不会改变的 非常坚固的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才算是有确定心的 所以像这种大乘菩萨 他是有决定心的 不会被世间的各种邪道 甚至列乘道的自私自利 也不会改教 或者改变的 第三个说 他会追求的什么呢 三道所修 也就是说 大心 大振 大断 我们前面学的三道所为 也就是说 经过很多的劫 无数的劫当中尽情努力 他得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我要发财 并不是我要修一个很好的房子 不是这样的 所以真正的修学人 我们住在欲界当中 需不需要一些 基本的生活资具呢 的确也是需要 有没有安全的 自己的生存环节呢 也需要的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 就像现在的世间人一样 一朵再朵 最后贪得无厌 这样就没有必要的 基本上自己有生存的 这种资具和因缘条件之后 我们所求的目标就是证悟 就是修行 就是解脱 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乘修行者也是这样的 他的所谓 所谓的目标都是不同的 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 但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 的确也是不同的 这样的原因可能有些人 修行人和非修行人 一般来讲有时候 很难以有共同的语言 因为非修行人 他目标就是眼前的生活 他所谈 所想 全是围绕这个中心而转的 而祈求解脱者 他另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所以在这些方面 有时候有些修行人 跟很难 有些不信仰的 或者家人 朋友 很难沟通 有些人也讲了 哎哟 我们家里很多人不信仰 有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他这里讲到 无所得 对修学方面有三论修行 因为一般具有道知的菩萨 他对所修的法 所修也好 能修也好 修行也好 这三者没有执着 以三论提供的方式来进行行持 这样叫做三论无所得的 这样的自信相 第五个就是破一切相 也就是说 他在所修的对境方面 没有三论执着 然后能修的有境方面 也就是说分别方面 也没有执着这个 破除一切的执着相 昨前天我们《谭经》里面也是讲了吧 修道之人 三年恶念细戒净处 修道之人 三年恶念细戒净处 最后一句 是不是 好厉害哦 到最后这种境界的时候 应该说一切善 一切恶 包括我们对一切的执着 好的执着 不好的执着 有的执着 没有的执着等等 一切执着相都要明灭 这样之后叫无一切执着 或者执着一切执着自信相 这个是道之方面的 道之方面有五个 实相自信相 下面是辨知 学现观传论应该这样来了解 然后辨知加行思想 也有分三个 应该是这个有七个吧 既明有所缘 不顺无妆碍 无疾无取胜 正如不可得 这里辨知加行的思想本体 也同样有七种法 他七种法 我们分别一个 中的所缘法和分别的所缘法 两个方面来分 首先第一个叫做 明有所缘 也就是说 获得辨知的佛也好 应该可以说佛吧 他缘去能辨知 所涉及到的一切万法 也就是说 善知之境 道之即知 辨知所了物的一切对境 全部都如理如实的所缘 所以在他的智慧面前 应该是非常的光阔无垠 一切的万法 比如说佛陀的智慧 再从思数当中来讲 一切万法无所不缘 从生意当中来讲 如所有之的一切法相也如是了之 所以叫做救命所有缘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不顺 不顺什么呢 它会缘去 不损损世间的一切 比如说世间的话 要么是有的 要么是没有的 要么是好的 要么不好的 这样的 但是在这种智慧面前 其实并不是随损世间的 不随损世间的 不共的一些 远离有无息论的这种境界 或者说 我们佛陀所了知的这些境界 应该说 从真实意义上 跟世间的观点 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世间的观点 只是一些分别念 他不懂无常的 他一直认为是常有的东西 他不懂不清净的 一直认为是清净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四种颠倒念 跟出世间的观点的确也是相伪 虽然我们现在 弘扬人间佛教的有个别人 一直提倡这种世间佛教的 一些共同的理念 这一点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究竟佛陀所了知的外幕的真相 跟我们凡夫人经常 不管是追求的 还是所看见的 所了知的对境 又是有一定的差别 因此我们也不能在任何场合当中 都认为是 啊 世间人怎么样 有贪嗔痴痴痴都就是佛教的意思 不能这样的 该随损的时候 我们也不得不随损世间 应该随损世间 但是不该随损的时候不能随损了 所以噶当派的很多修行人 别人不高兴 就是正事和我意 别人不高兴的时候 噢 对了 世间人不高兴 还有些修行人是这样的 如果你修行得很好的话 世间人很多人是不满意的 如果世间人满意的话 说明你修行不成功 这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如果要迎合这些世间人 世间人整天都是跟他吃喝碗 整天都是一种迷迷糊糊当中讨罪 他最满意的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要希求一个解脱 希求一个无边的智慧的时候 他就不合他的心意 没办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不顺世间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自行相 不顺世间 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佛陀证得了 生意地和世俗地无二无别 就境界这样的 所以他无碍地趋入了 尽所有知的一切相 尽说我们世间当中的 就像《诗量论诚量品》当中所讲的一样 这种智慧能照进一切万法的实相 所以说叫做无碍 自行相 这是我们中的来讲 编制有三种相 一个是所缘 不顺 还有无碍 这三种 然后下面还有 它从分别方面来讲有四种相 四种相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无极 什么是无极呢 一般来讲 极到果当中的无极 无道 无果 这样也可以讲 或者说 缘去名言当中的一切这些法 实际上它没有极的 没有根的 不管是什么法 我们觉得存在的这些东西 用智慧来意义观察的 不管是云 戒 除也好 诸子 瓶子 儿子 女子等等 各种各样的法 都没有本极 心事上面也没有本极 物质上面也没有本极 因此可以叫做无极之所缘自行相 不管是世方面 还是外境方面讲 我的法 第二个是无极 无极就是说 我们要通达了 我们前面的极到果方面讲 这个到无极也可以做 或者我们刚开始 任何一个法没有极的话 那中间它取也是没有的 它最后取也是没有的 没有极的话 没有取 没有取除 因此主要是这样讲道指 道指的这种本体 没有什么可取的 所以了达了这样的自行 第三个说的是无极 无极的话 果无上也可以说 或者每个讲义当中的 解释方法可能不同的 有些人说是因无极 果无去 提无极 前面的无极 不生 不去 这三个怎么讲的 但我们在这里 它的相无生 也就是编制所缘的自行 这个就是第三个 第四个 这些法在世俗当中 虽然如梦如幻的会存在的 但是在生意当中 一切上面所讲的 在如来的变者面前正如不可得 一切无有变 或者说远离有始无始 二者和非二者 四变八息 远离这样的自行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无所得的自行相 那这样之后 我们刚才前面几指有四个 道指有五个 便指有七个 总共有十六种自行相 如是 下面讲到第四个 宣说他们的舍意 此十六四自行 犹如所相时 虚为第四相 我们这里面前面 已经关于三者的加行 讲了十六种自行 刚刚讲完了 这些自行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 明相和实相 法相当中 虽然我们总理说是 自行相 它是法相 但实际上它的实相一样的 实相和法相 实际上是一个本体的 所以像实相一样 它可以安立为自行相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 用柱子也好 或者用人也好 牛也好 其他任何一个法 在关于明相 实相 法相 这三个方面的时候 实际上法相所表示的就是实相 那么以实相的本体上 安立法相 这也是合理的 比如说瓶子的话 瓶子是它的名相 金瓶它作为一个实相 然后这个金瓶上的法相 实际上是瓶子的法相 这也是合理的 因为瓶子的这种法相 实际上我们安立在 整个瓶子也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六个自行相 实际上它是一种 实相的自行相 实相的自行相的每一个法相 也可以安立为三指的相 三指的相相也是可以安立的 既然它可以安立在三指的相上面 那在正等加行当中 修行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可能私下 应该好好地看 前年他有个别道友 讲《现观庄论》的时候 很激动的样子讲 应该是这样的 讲什么法啊 什么奥运会 那天他自己很激动地开始讲 应该有时候我们穿法也好 讲考也好 那个讲的过程当中 自己还是可能需要 因为观世依靠一个老师 或者堪布堪摩讲的话 你自己没有兴趣 不一定所有的听得懂 有些时候 我原来有这种毛病 讲考的时候经常心不专注 想到其他的地方去 下来过后一看的时候 哇 自己一看就马上搞懂了 有时候也有这样的 所以在三个相方面 你们也可以这样了知 实际上它是 九相是所相也好 十相一样 因此它称为第四相 第四相也就是说 前面我们第一相讲知相 第二相是殊胜相 第三相作用相 然后第四相就是自行相 因此把它也是安立为 便知佛陀可以承认为 在我们安立正等加行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叫做第四相 那么第四相跟前面有点不同 它前面只是说是法相 而这里它是十相之法相 实际上就是在个别的法上面 安立的一个法相 但这种法相也完全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刚刚讲到的 极致加行当中有五相等四种法 那么这四种法 它是真正可以成为甚深的加行 正等加行里面的极致加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具足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智相还有殊胜相和作用相 其实它这里每一个 前面讲到极致的四种相 然后道指的五种相 边指的七种相 每一个相都可以安立为 正等加行当中的极致加行 还有道指加行和边指加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每一个这些相 都具足上面的三种相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表面上看来 好像是智相 殊胜相 作用相和自信相是分开的 但实际上它们都是 一本体一反体 因此我们可以说前面的一个 比如说殊胜相里面的一个自信相 它也可以安立后面的 自信相和作用相 它在内部可以互相说明 可以表示 因此其他的一些道理 一刺而内退的话 也比较明确 那么下面讲到 所行道的差别分为 宣说顺解脱分资粮道 和宣说顺拒责分加行道 还有宣说顺正等菩提分 不退转分 不退转法 不退转众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叫资粮道也好 或者说是解脱分 就是解脱分 这是正等加行当中 应该是第六个法 打成顺解脱分 我们七十亿当中是有的 顺解脱分 这个顺解脱分 略说方便智慧的差别 和广说它的分类 首先还有隐身的根基质差别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无相三十等 正等二三桥 一切相品中为顺解脱分 这个是略说 在这里顺解脱分 这里主要讲是什么呢 顺解脱分具足智慧和方便的特点 那么这也就是讲的资粮道 我们资粮道要知道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顺解脱分 顺解脱分 你要懂得的时候 通过我们的智慧抉择 一切万法是无相的 从无相的智慧开始下属 也就是说空性法 不管是你要先获得解脱的话 先不学空性法很难的 的确我们现在佛教徒经常也是 可能有些不愿意接触空性 中观 每天都是想一些 简单的 右相的 比如说超白或者做一些功德 做一些右相功德的时候 来来来 我来我来 一听到空性法门的时候 就没有兴趣了 要么打瞌睡 要么做美梦 要么行事跑到千山万水以外 在大城市里面 进行搞活动等等 无相法很重要的 那么以无相的智慧摄持 然后开始善巧地做布施 持戒 安忍 精进 禅定 智慧等等 行持六波罗蜜多 那么这个称之为 叫做般若法 也叫做方便法 这样的行为我们正好是 现在在这里讲的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的实际修持 一起精进的 正行二三桥 实际上以空性的智慧摄持 然后六波罗蜜多的方便 与他进行融合 然后开始精进修持 正等加行当中的修行 这样修行的话 实际上这叫做什么呢 我们正等加行修正等加行当中 它叫做顺解脱分 可以称为叫做顺解脱分 解脱其实是远离的意思 随顺 随顺远离 远离什么呢 远离我们世间的执著 远离我们世间各种各样的烦恼 贪嗔等等 这样的 所以我们顺解脱分的善根 非常重要 顺解脱分的善根 必须要由空性来摄持 没有证悟空性的话 不管是任何一个法门 的确也是得不到真正的解脱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比如说其他宗教所讲的一样 做一些善事 做慈善 现在我们社会上经常也讲 你们佛教可能跟其他有些宗教不同 其他宗教特别好 经常造医院 做慈善 帮助病人等等 这些 我们承认它也是个很好的 但是仅仅是整天 都是做这样的事 有没有解脱分呢 确实也是很难 我们要成佛的话 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智慧资粮用空性智慧来摄持 所以在弘扬佛教的一些大德当中 现在实际性非常著名的有些法师 从可以说二十几岁 一直弘扬一些慈善理念 然后基本上不设计空性 一设计空性 害怕他所有的善根都空了 所以一直不敢提及 或者接触空性方面 整天都是讲一些世俗的 这样好像一只雄鹰 没有双翼一样 没有翅膀 所以真正佛教的高空当中 他不断地飞翔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只有一个世俗的翅膀 但是生意的解脱没有了 那这样也是不行的 像入中轮 很多里面都是用双翼来比喻的 因此我们讲到 顺解脱分非常重要 我们以后有机会弘扬佛法的时候 希望一方面自己也不要 过于堕入一个世俗的边 永远都是站在一个世俗的边 不靠近解脱 这是作为一些 可能没有闻思修行过的人 世间的一些没有文化水平的 这样的人也情有可言 在藏地也相当一部分的一些行众 他不太懂所谓的空性方面 他只是在任天解脱 或者念咒语 磕头 这方面还比较不错的 一讲到空性方面 他就不懂 甚至他可能不敢接着 这也不是很好的 然后有个别的一些人 一直整天都是 担着一些深深的思想方面 比如说禅宗 宗观 般若等等 有些是学问比较高一点的这些人 我们学院当中也有一些人 有这样的毛病 这叫做闻思病 知道吧 就是因为你一直想用自己的智慧 把它挖出一个很深的东西 这叫做 世间当中叫做是学术病 有一种学术性的 要调别人的毛病 一直要再讲一点 再生一点 好像其他的善根方面 一直很忽略的 但你真的最后需要的话 还是需要一种世俗的善根 因此我们上师如意宝的确也是 现在越来越发觉得到 上师如意宝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 我好像越来越感觉到 他的每一句教言 后来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一想起来了之后 自己在走路的时候都是在想 啊 这句话真的很珍贵 以前因为可能智慧也没有成熟 再加上也没有什么生活的 各方面的月亮 也没有接触很多 尤其是现在的话 像我现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方方面面的人 有善根非常不错的人 善根特别差的人 有时候善根不错的人遇到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惭愧 然后善根特别差的人 自己又产生傲慢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现到 我们学佛确实需要很好的一种心态 但这种心态两方面去培养 一个是通过一些辩论 就是佛教的一些 因明的思想 逻辑的思想也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学院里面 有个别的一些年轻看部的话 一般的一些 比如说私人的一些事情 基本上不会联合 不会生气的 你再说一个尖锐的事情 他从来都是好像心态特别的宽固 不像我们极个别的 有些城市里面的人 有些城市里面好像 稍微说到自己的时候 已经接触到自己的 特别柔软的地方 马上就忍受不了 马上就特别伤心 生气 反应特别强烈 一下子说着说着的时候 还没有说完话的时候 要么开始眼泪流出来了 或者说等等很多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 佛教当中的培养的确也是很重要的 首先我们的心里 从世俗当中来讲有一种很开阔的 不要以一个小小的问题 整天都是站在女教当中转不出来 自己也特别痛苦 为什么现在他们很多人说 日本每年都是有自杀的人 好几万人 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事情想不开 就想不开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没有放松 心态一放松的话 本来你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情 其实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好 或者是浩瀚无一的宇宙当中 连地球都是 连一个微尘那样 我们有时候在其他的一些 天文学当中一看 地球都是连一个芝麻学 很小很小的不如 那我们一个人心里 遇到的这件事情是有什么可接受不了的 在这个时候我在想 我们可能需要 在闻思过程当中 不躲而变的 既要有空性智慧的见解 又要与世俗方便的行为 这样之后 见修行为不多变 不偏断 这样之后 应该自己也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虽然每个人可能 业果和因缘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的一生修行 也是很圆满的 人生也很快乐的 自己做什么事情 因为自己的福报而形成 非常容易 有些人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出来 很多事情不仅仅是一次 人生都不是很成功的 但不管怎么样 有了佛小的见解的时候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讲 应该是非常好的 这门好的机缘 我也特别希望 大家一定要自己好好地学到 学到之后 用到自身的修行和生活当中 然后再观传到身边的人 如今我们弘扬佛法的力度也好 弘扬佛法的整个范围 应该说在汉传佛教当中 或者说我翻开了很多很多历史 也许可能藏传佛教 在世界各地也好 或者汉地弘扬 应该说是有史以来 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夸夸其谈 或者自赞毁他 也不是 因为基本上 从夏生祖庆一直到唐宋元明庆 所有的历史 尤其是汉地跟藏地不同的 藏地的很多珍贵的史料 有些是没有记在书上的 而且汉地从唐高僧传 宋高僧传 各个朝代的时候的一些 佛教的历史和其他宗教的历史 应该现在在文献是比较多的 在这个时候一看 比如说张家国师 他虽然有弘扬的藏传佛教 但是藏传佛教的范围 一个是在皇室当中 一个是范围没有特别广大 而且当时所知晓的人 可能也不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想 现在很多人的力量 人多的时候 有一种气氛和力量 但是这种力量 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种责任 责任是什么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们这个学院里面 培养出来应该是回馈社会 这个是从大乘佛教当中讲 这是一种我们的菩提心 就是菩提心 而我们从世间当中讲 并不是我们在这里出来 全是 当然我们这里出来的时候 连自己的生活都是很难解决的 这样的也是肯定有的 现在他们讲的 北大学生买入 清华学生当保安 前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个 在环球中心 有一个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他天天做牛肉粪粪 天天做他自己觉得 自己在学校里面学了很多 现在就出来做一个小饭店 这样挺好的 但是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觉得 他这样做有点对他们不好 有有各种说法 所以我想作为佛学员 也是有各种情况的人肯定会有的 很多人虽然是吃素的 但是以后开什么样的素菜馆也不好说 不管怎么样 这种情况有 但是我们总的理念和总的思想 每一个人以后活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哪怕是自己身边的一两个人 应该自己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尤其是我们在学院当中 有这么多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好 确实是在其他地方相比较起来 可能佛教人才应该说 现在是特别多的 最集聚的这么一个中心 每一个人有了这样利他的心 心的力量是非常广大的 一个人虽然你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你发了一个非常伟大 广大的心 你将来的这种事情 做得非常的广大 即使你没有在别人面前做的 不是什么特别的伟大 但是你哪怕是 在你的一个小范围当中 你的一个小小的寺院里面 你每天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力量 完全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学习的教理也好 传承上师的这些眼角 非常有价值的 大家应该在学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应该有自己 有所准备的 下面就是 广说比分类的差别 愿佛等精心 精进行事等 意乐圆满力 无分别等持 知一切诸法 智慧共为物 他这里讲广说的时候 首先是资粮道开始 就是资粮道当中 有所谓的五根 这里是心根 还有精进根 还有灯持 智慧 还有正念等等 就这样 五种根 首先从他这里 方便方面分的话 愿佛等精心 愿生意当中 佛也了不可得的 而世俗当中佛宝 法宝 圣宝 对他有称之清净的信心 这是我们学佛的人 基本的一个理念 这种信心当然有 娱乐心和清净心 还有不退转的信心 不退转的信心 很重要的 我们有些人的信心 很容易变 对上师的信心也容易变 对法的信心也容易变 然后对僧众的信心也容易变 所以有时候 看很多人的表情 行为 包括他的言谈举止 很多方面看出了 噢 他的现在信心是 最强烈的时候 现在是中等的时候 噢 现在马上要灭了 可以看出来 所以说信心 资粮道的话 一般信心是不会变的 第二个叫做精进 也就是说 在六波罗蜜多 行持方面非常精进 不是一天两天精进 啊 我一定要精进 上脑中 两三天以后 两三天精进 三四天睡懒觉 不是这样的 这样精进的话 恒常行持的精进 这叫做精进行事等 一乐圆满念 修行的时候 他的一乐圆满 也就是说 经常一念波罗波罗蜜多 一念空性的意义 一念积累资念 行持善法 正念是不能放弃的 一旦正念失去了以后 我们很多行为就没办法 所以说正知正念好的人 修行事永远都是很好 无论是你到那里去 持戒律也好 行持善法也好 始终都用正知正念来 维护自己这种正念 这方面是方便的三种 下面是智慧的两种 智慧的两种 第一个是等持 无分别等持 在佛教里面 比如说 四字分寻等持 虚工藏等持 有很多很多等持 如意这样的三目定 心安住 如果没有一个机制的话 很多智慧也是难以现前的 这是等持 第五个是殊胜的智慧 对一切万法 世俗当中如梦如幻 生意当中如虚空一样 了不可得的 这样的智慧 中国有叫做五种根 为什么叫五种根呢 因为这五根 一切善法的根本 我们没有智慧也不行 取舍不了 没有禅定的话也没办法 心顶不下来 虽然有些人很聪明 但是心顶不下了 最后夜风吹动了 你再有智慧也是没办法的 甚至有些大法师 也是最后被风吹到那里 小和尚和小尼姑更不用说了 泡泡居士更不用说了 泡泡居士每天都是背一个宝 今天跟着那里 明天跟着那里 再叫做泡泡居士 这叫做没有禅定 光有一个禅定也不行 需要智慧 还有正念和精进和信心 确实这五根 我们一个修行人很好的话 这五根都具足 这是五根 下面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色衣 隐身的利益正菩提 须顿更难正 这句话在《现观传论》 《现宗》当中也讲 我以前也说过 比如说密宗 这个差别 利根者他很迅速的 很容易的 很快就能通达一切万法的真相 然后很快就获得了 圆满波罗蜜多的果位 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 也是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 有些比如说 《现观传论》讲一遍的话 完全就明白了 而且自己也是看了很多书 自己也特别精进 最后完全很快的时间当中懂得了 但有些可能是前世的原因 可能还有今世的各种因缘吧 特别难以 尤其是遇到一些经论方面的时候 一直好像没有牙齿的人 坑骨头一样 特别特别难以 如果让他学一些世间法 那他还是很容易通达 这也是跟前世的福报和因缘 也有关系的 比如说有些人对世间法 好像是顿顿的 并不是很容易掌握 但是一讲到出世间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讲的时候 眼睛一直在跳 肯定已经动完了 这样的情况也有 有些人就讲讲讲 再怎么样讲了多少遍都没有办法 原来我们家乡有一个人 他就学《极乐愿文》 学《极乐愿文》的中间有一句话 他就念了三十遍 然后他还是念不清楚 用老师开始打他 后来他说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吧 后来他就没有学了 也有这样 有时候我们顿跟和利跟之间 当然我们这里的根 前面的五根 智慧根 信心根 还有念根 顶根 这五根都有 我们可能经常讲 根机很不错 这个根机很不错的话 其实涉及到这五根 有些信心的根机很不错 有些智慧的根机 有些禅定的根机都很不错 讲课的时候 如如不动都是 一直闭着眼睛 然后下完课的时候 念《行万评》 念完了的时候 他还没有醒过了 这也是等次根不错 所以利根者有各种各样的 对吧 我看他这里 顿根者难以证悟 利根者容易证菩提 这是佛教当中 世间当中也有 那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这里 顺利根者难以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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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